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洛 來來來 那我們趕緊開始拍GoGo 我們今天一起上次玩一下這個Sienna Virgin 我們現在人在奧尼諾克市的電視台外面 那麼在先前的劇情裡火箭隊佔領了這個地方 雖然不知道他們的老大家裡的是有什麼樣的目的 不過總而言之我們先進來 把他們這些人全部都給打退 那麼在本期開始之前我也稍加研究了一番 上回的結尾我不是打不開這個門嗎 那麼原來是有一個地方我沒有去對話 你們來到四樓的這個位置 走左邊的傳送點 再來右邊上樓 然後到中間跟這個人對話 哈哈 沒有錯 就是我在控制那些門 很高興可以再見到你啊 孩子 你不記得我了嗎 在森林的時候我被你打倒 而現在我要復仇 我會讓老大知道我是派得上用場的 準備接受毀滅吧 小妹子 好 那麼很明顯他就是關鍵 只要將其打倒就可以把門打開 所以我先快速的把它給燒死 開玩笑我的布拉卓爾火焰牛魔王都已經55等了 那你怎麼都殘血呢 不要想陰我 那乾脆送你一個大布拉斯多棒 這是我剛剛心血的招式 算說使用之後會暫停一回合 不過沒差 直接把你給炸死 對戰結束他表示可惡啊 好啦我幫你開門 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吧 而這時我們的好朋友麥克斯也趕了過來 哎呀謝謝娜 你終於搞清楚怎麼開門了 非常好 我本來想要在二樓等你 但是你卻沒有出現 I saw you rain away like a coward 我還以為你像個懦夫一樣的逃走了 我操 他沒壓的你才是靠我的 你全家都靠我的 but你已經證明了 你並不是一個懦夫 來吧我們繼續前進 Let's move OK 那麼門既然打開了之後呢 我們先遠路返回 這裡彈回四樓 再來走右邊 而右邊這個樓層上去 然後我記得好像是走左邊吧 左邊這個妹子 旁邊的傳送點再彈一下 然後向右邊彈到這個人 然後再走右下方這個樓梯 直接上來十樓之後 前方就是頂層老大的位置 而千幾期我們有接到電話 父母博士被綁架了 他現在人也在這邊 哎呀這裡的對話完全沒有漢話呢 總而言之我們的博士大喊 不行啊你不能這麼做 如果你真的這樣子的話 整個臥坦地區都會 話都還沒有說完 家裡的就反駁 我不希望你教我怎麼做事 我知道會發生什麼 為了重建這個世界 必須要這樣子 the new hero the new ruler of this world 新的英雄 新世界的統治者 新世界的神 哎呦 看來這個老大想法也是挺偏激的嘛 你不要這樣子啊 上一個跟你有類似想法的人 分頭都已經長草了 而他又接著說 對我而言 這個地區根本一點都不重要 所以當然無所謂 就是要犧牲這個地方 to make myself 犧牲這個地方 讓我成為一個英雄 而這時他好像注意到 我已經進來了 哦又是你這個小鬼 哎呀謝娜講 你終於是來了 他已經發瘋了 他想要犧牲這個地區 去實現他的目標 我們必須阻止他 哈哈哈哈 你想要阻止我哈 你憑什麼覺得你有辦法做到呢 現在我們擁有洛奇爾還有格雷特 只要等到我們學會如何掌控他們的力量 那麼我將會成為真正的統治者 而現在就算你想要打倒我 那也是不可能的 因為我們有兩個人 你是沒有辦法同時應付的 哎不過就在這時麥克斯又感到 Alright 我猜是時候該結束了吧 怎麼謝娜不需要我的幫忙嗎 你知道的我總是準備好好的戰鬥 就讓我來搞定這傢伙 你可別說囉 家裡的咬牙切齒 It's fine 看來我得跟你一打一了 那你就放馬過來吧謝娜 好啊 其實本來就算二打一 我也是很有勝算的 完全沒在怕的 那我們的黑衣帥哥加里德派出來的 第一隻是貝利佐薩 我也有一隻啊 你這個冰系的 直接刷爆 然後下一個是條龍蝦 去把梳理托 哇靠剛剛沒命中喔 再來一發 不用切換繼續 那我發十萬伏特 電到應該OK 殘血 喔還好我hold住了 還吃藥 就知道 感覺不曉得為什麼這次把他給秒了 再來對面最後一隻塔吉斯特 掰掰 直接將其炸飛 什麼為什麼會輸呢 可可惡 好吧我承認你確實很厲害 但你還沒有優秀到可以阻止我 我們手上還是有洛奇亞跟格雷特 什麼什麼 I believe I will figure out to create a new world with their help someday 有他們的力量去幫忙創造新的世界 For now we must leave 喔他們要撤退了 OK see you later 畫面一閃直接離開 而博士也趕得過來 謝謝你救了瓦謝娜 我就知道你可以的 但是那個男人 他逼我告訴他一些關於洛奇亞和格雷特的事情 看來他應該是要利用那兩隻神獸的力量 而從而掌控這個世界 太瘋狂了 而此刻我也不曉得他將會做些什麼 但是我知道 將來的某一天我們一定會阻止他 那麼現在我要回到我的實驗室 去搞清楚下一步應該怎麼做 應該會花一點時間 而甚至這段空檔 你應該去挑戰 Indigo League 這不是十英高原的英文嗎 那看來連這個沃潭地區的聯盟 都跟關東地區用的是同一個是不是 好啦總之我先走了 OK 拜拜 而麥克斯也說了 現在我有點搞不清楚狀況 但也許博士說的對 我們應該趕快去挑戰聯盟 你知道嗎 我會成為唯一的勝利者 Because I'm supposed to be the strongest trainer 嘿嘿 這是不可能的 除非你over my day body 然後什麼什麼穿過拜安寺 之前好像有看到過了 那先走一步啦 See you OK 這邊上前拿一下大師球 這原版配置 不過之前我好像有拿到一顆 那應該也沒其他事情了吧 那直接挖洞離開 我想挑戰完聯盟 這個一週目結束 二週目應該還會有一點點火箭隊的資訊 那麼具體剛剛提到的洛奇亞和格雷特 我想之後應該可以把他們救出來吧 那現在先去挑戰聯盟 我們走拜安寺的左邊接賽文路 然後進到賽文洞裡面 之前這裡不是有個神獸嗎 現在可以抓了是不是 我們向前與其對話 果然是一隻急凍鳥 那但是我用不到這隻神獸啊 算了 先放棄 直接先穿越洞穴好了 好像是這樣繞吧 這個位置衝浪過來上樓 然後出洞 繼續向前 之前好像就是這個人擋著我的去路 哇 你已經拿到了八枚道館的徽章 OK I will let you pass 這裡的冠軍之路是一片血茫茫的 不曉得這裡的路邊PC設計的多不多 衝浪過去 繼續往前的話 走左邊 這個位置有一個山洞 我們進到內部 氣候看起來正常多了 怎麼又是個岔路 我看一下喔 右邊好了 因為右邊是個妹子 果斷選有妹子的那一邊 輕鬆兩發搞定 前方居然是死路可惡被騙啊 你這個小妹子 好 那應該是走左邊 左邊有個男的 還有一個向上的樓梯 哇天啊好多人 那下面這個 哇不行啊 這個到處都是人啊 好這裡先花點時間 先把他們全部都給幹掉 よし 經過一陣奴地之後呢 我已經打倒了大多數的訓練家 你們走到冠軍之路的最深處 會有一個出口 那麼有一點我順便跟大家提一下 剛剛我在這裡有遇到一個很有意思的怪 就是這一隻克勞德 上一期第八道館館主 所用的那一隻叫做天龍座 我估計他的進化型就是這一隻 就在現在我腳下站的這個位置就遇得到 好像是四十幾級吧 來 那麼我們繼續趕路 衝浪下來 左下角這裡有一個洞口 但是門口的警衛 卻說不能讓任何人過去 請晚點再來 那既然如此 我們就走另外一邊 左上方的位置 到底有一個向上的樓梯 然後呢 繼續向前邁進 喔對對對 左邊這裡有一隻火焰鳥 不過剛剛的急凍鳥我也沒有抓 所以這一隻 我也不抓好了 走走走 喔這裡還有一個人 我想聯盟應該快要到了吧 什麼啊 居然派出廟阿花 這一隻看了就難過 趕緊把它解決掉 然後小繞一下 這應該是出口 喔 終於啊 終於是可以打聯盟了 莫名其妙的我就接回了石英高原 我想想喔 直接來挑戰嗎 其實一般來說挑戰四天王會單獨做一期 但是我們本期剩下來的時間好像還挺多的 我看不然就直接打好了 我看看喔 克勞德 哇不進化素質好像不怎麼樣 但我也不確定他是幾等進化 不管了 我先到旁邊稍微訓練一下 欸結果我才升了兩等就進化了 捕捉到的時候呢是43等 然後45級就進化成天龍座 感覺還是挺不錯的 那麼我就直接用這個陣容去挑戰 我想應該還是打得過啦 畢竟我的火焰牛魔王都已經60了 而且說起這個石英高原第一天王想必是柯拿嘛 那你居然是儀術 喔他用的是第二世代的數字 歡迎來到聯盟 請允許我自我介紹一下 I am well 我訓練我的超能力系 最終我成為了四天王 好好好都是老面孔了 不管怎麼樣我就趕緊打過去吧 來首先對方派出來的第一隻迷春節 看我的開後下 然後下一個是沙奈朵 上把我的神獸弗洛特啊 Shadowboard 哎呦居然連一半的血都打不了 你加油啊噴死你啊 可能要給他三發才搞得定 再來是浦浦豬 旁敲側擊 然後是拉吉坦 就是那個小兔兔嘛 老實講他這個設計造型看久了會有一種 給我一種很詭異的感覺 就像對著你笑笑得你心裡發寒 來最後一隻天然鳥 果斷 Blastobong 我們輕鬆將棋撲倒 唉雖然說你打敗了我 但我仍然會繼續戰鬥下去 OK Thank you 直接繼續往前 再來是第二天王阿傑 就通常來講我記得他第一隻派出來的 應該是阿利多斯吧 我看看雙彈瓦斯喔 好沒有關係 你還發守住 我噴 然後第二隻梳里托 我身上也有一隻 他是格鬥系跟毒系的 那既然如此 我用精神強烈應該秒得掉吧 嘿嘿 果然沒錯 最後第三個是魔魯蛾 這個我帶蟲系的 還對我用黑色目光 哎呀我就知道電不死 什麼飛上高空 要來了嗎要來了嗎 啊好強 他的飛行系有刻到我的格鬥系 而然而我這裡兩下帶走 最後最後一隻注射器 最後一隻 完了完了居然給我發這個中毒的combo 你別太過分啊 再給你一次精神強烈 Good 稍微養精蓄熱一下 然後再到下一個房間 這次要面對的對手 是貫穿一二代的西八 Bruno 他的英文名字我還是蠻有印象的 就讓我想到遊戲王裡面那個科技署 與四天王Bruno的戰鬥開始 這次派出來的第一隻戰武狼 繼續精神強烈 蹲的等級算比我高 但是屬性方面 我的弗洛特應該還是 應該可以全部收掉吧 嘿嘿還想造替身 再弄死你啊 哎呀糟糕掛了 我操算了沒有關係 最後一隻一樣 看我的爆炸燃燒 還好啦我覺得都不算太難對付喔 再來是第四位 是跟柯拿玉姐不相上下的梨花玉姐喔 嘿嘿 果斷的 個人還是蠻喜歡他的設計造型的啦 登上了第一隻阿波索魯 格鬥系絕招十字P 我P死你啊 最後是 烏鴨頭頭 九斑波獨頭 完了完了哇靠怎麼一擊包給秒掉了呢 上把貝利佐薩 看我的極動拳 揍你 上把天龍座 哎呦我這個角度看過去這麼帥的喔 先發個龍席 嘿嘿你麻痹了吧 你麻痹就糗了 趕緊稍微跳一下冥想 我冥想跳個兩次 操好對方怎麼就會心一擊了呢 我想說發個兩次 然後小補一下應該直接秒掉的說 好很明顯這裡我被陰了 那我也不跟你搞了 爆炸燃燒 然後戰略性的切換 我看對面打起來是蠻痛的喔 現在發一個噴射火焰 哎呦哎呦哎呦 怎麼剛好就會心一擊了呢 那不用多說啦 爆炸燃燒 那泥差一點點 完了我糗了我糗了 果然又是全副藥 再發一個大 這次應該沒問題了 那我們成功鋪倒了迪花 よし準備OK 就來看看我們要挑戰的冠軍是誰 什麼啊居然是小金 The name is gold Nice to meet you 喔我懂了確實啦 以現在的世界觀來說 他確實會是這個地方的冠軍沒錯 我在等待沃坦的訓練家來到這 在你的旅途中你遇到了什麼精靈呢 你有什麼樣的感受呢 遇見了這麼多這麼多的訓練家 是什麼喚醒的你 我希望你可以向我展示 那麼現在放馬過來吧 好哇 那個第二世代的男主角小金 其實我感覺在各個版本也算是玩了他蠻多次的喔 那在這裡他作為冠軍向我們發起挑戰 就來稍微看一下 對方的第一隻是巨翅飛魚 看老子十萬福特啊 這個電刀應該有機會 秒的掉嗎 不行你還把他守住 我給你兩下搞定 隨後的下一隻是雷弓 那一隻跟他硬搞有點危險喔 直接噴射火焰燒得死吧 差一點點電磁波燥 我估計對方是要吃藥了 那我也吃 嘿嘿果然沒錯 你不要再發電磁波了我求你 幹又來 媽媽怎麼會有你這種人 好解決 隨後的第三個是盾甲 冰凍拳 一拳一定揍不死 好一半以上 漂亮 直接把他揍冰凍 那就送你回老家 隨後是素材怪 看我的十字P 差一點點可惜 阿亞康他 發了一個雙倍鳳凰直接把我給收掉 有點過分啊 然後又是全副藥的combo 精神強念 兩下帶走 第五隻向日花怪 為什麼要放這一個呢 輕鬆一下搞定 然後最後一隻是鳳王 完了這個肯定不好對付 地震 沒你的 這麼會發火系的絕招 所以我的基維薩貝利佐薩 我都打不過啊 我只怕連招式都放不出來 那果然沒錯 你看神聖之火 那你們上去給我充當一下炮灰吧 把他的PP給消磨完 去把弗洛特 塞口禁止 雖然說我燒傷了 但是他已經發了三次嘛 第四次 OK 最後一隻上馬天龍座 看我的衝浪 衝得死嗎 差一點點 但對面不管是發攻擊招 還是吃藥 這回應該直接掰了 果然是吃藥 來充一下一半以上的血 然後再給你一發 什麼啊地震不要不要不要 喔五滴血 喔 差一點就被送回去了 看剛剛那個地震 真的是讓我屎料未擠啊 我這天龍座這麼帥沒翅膀的嗎 要不要最後五滴血成功殘血反殺 哎呀我這個冠軍居然被擊敗了 你就是個擊敗人啊 So just a few months ago you were the most powerful challenger and just now you become the most powerful of all the trainers 變成了最強的訓練家 新的聯盟冠軍喔 你就跟我來吧 那麼正當我們一男一女準備要到後方的小房間裡面的時候 楓木博士者大喊謝娜等等 哎呀恭喜你啊 你打倒了Indigo League 十一聯盟 我很高興能夠看見你成長 那麼現在聽著 我有些好消息要告訴你 我已經找到了火箭隊他們在幹嘛 It seems to be doing something 了什麼什麼 喔好像是之前我過的那個 經過過的那個起源景嘛 I believe they are trying to assess the heaven 他們想要嘗試進天堂 呃格雷特住在那裡 那現在我還沒有找到他們 但無論如何呢 我們必須阻止火箭隊 請你記得要去起源景那邊 等你辦完這裡的事情之後 那麼再會啦謝娜 OK 他講的應該是二周目的劇情 而小金也說了火箭隊來了嗎 他們以前在成都地區總是幹一些壞事 那時我打倒了他們 我知道你辦得到的謝娜 因為你已經向我展現你是多麼的厲害 Now come with me 跟我來吧 還有一些事情要辦了 終於要到裡面的小房間了是嗎 來果斷進入殿堂 把我們身上的六顆寶貝球放了上去 噔噔噔噔 哎呀真是一段新度歷程啊 就我覺得這個版本做的還挺不錯的 來吧 我的舒里托 天龍座 布拉祖爾 弗洛特 基維薩 貝利佐薩 感覺還是一個挺不通的隊伍 不過由於都是智創精靈 所以說玩起來給我的新鮮感 還是稍微強烈的一點 個人還是蠻喜歡的 來那麼這裡稍微過一下通關畫面 而泡馬燈結束之後呢 再一次進來 我成功返回的西洋鎮 那麼現在是 現在是直接去起源景那邊嗎 我有點忘記了耶 那個位置是在 好像是在巴迪鎮那裡吧 那沒關係 關於那邊的劇情呢 我們下回再來看看 當然有可能下回就直接做完結 好不管怎麼樣 這一版還是挺出人意料的 那我們今天這集呢 就先到這邊 感謝各位朋友 掰掰 會影音效應 在心裡